欢迎收看9月19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李怡君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年第16号台风凤凰已经在昨天深沉朝台湾进逼 气象局预计今天上午到中午之间会发海上警报 那么如果凤凰持续靠近 不排除今天深夜会发布陆上警报 明后天的几天 受到台风和封面的影响 全台有雨 而且可能受到共伴效应的影响 东半部以及北部会有强风好雨 气象局预测凤凰还有增强的空间 那么未来将会沿太平洋高压边缘转弯往北移动 但是秋台路径是比较难预测的 沿盘凤凰应该会从台湾东部海面北上 中心距离台湾陆地比较近 暴风圈恐怕会扫过台湾陆地 接下来带你来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苏格兰进行独立公投 这场公投可能会创造最新的独立国家 同时打破西方最古老的政治联盟 继续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英国人质记者康德里影片释出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版的报道 纽约华府假货横行谁之过 继续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的报道 小学生偷渡上脸书 教育部担心成隐忧 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三大都市圈住宅地价 六年来首次上升 在货币宽松政策之下 让东京大阪明古屋三大都市圈的住宅区地价 六年来首次比前一年还高 早安新唐人带你来关心 苏格兰独立公投在台湾时间 昨天下午两点开始投票 一直到今天清晨五点结束 结果预定在下午一点半到两点半出炉 420多万的选民将会决定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命运 虽然支持与反对苏格兰独立的民调接近 不过在投票前一天公布的民调显示 大约有51%到53%的选民是选择留在英国的 那么这让市场可以说是吃下了定心丸 欧美股市在昨天都走高 英镑对欧元汇率 也创两年新高 而如果过半数苏格兰人选择独立 英国首相卡麦隆说 他不会辞职下台 只有2015年的大选能够决定他的去留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苏格兰之所以可以进行独立公投 是因为在两年前英国首相卡麦隆与苏格兰签署了爱丁堡协议 当时他表示他尊重公投 而两年后的此刻卡麦隆转为温情喊话 希望留住苏格兰 尽管如今统独势力呈现拉锯 卡麦隆也表示一定会尊重人民用选票表达意见 这是2012年的卡麦隆 当时他与苏格兰独立派首席大臣萨梦德签署爱丁堡协议 让苏格兰议会可以合法举办公投 然而卡麦隆没想到不到两年时间 反对派一路领先转为拉锯战 苏格兰位于英国北部 428万人将在18日回答这个问题 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只有yes or no两种选择 英国被害油田有90%属于苏格兰领海 但是这些收入并不属于苏格兰地区 而被用于英国政府开支 而欧盟对于苏格兰的5.83亿英镑农业补助款 也交给英国全权分配处理 加上英国将核武器放在苏格兰 甚至新的核电厂计划 遭苏格兰人民反弹 另外苏格兰十年来已经有74亿英镑的国防经费剩余 英国却认为苏格兰在国防上的支出过少 这都是苏格兰萌生独立的理由 卡麦隆宣布苏格兰不独立就能获得更多权利 究竟卡麦隆的临阵魔枪是亡羊普劳 还是为时已晚就看9月18日的结果 新台电视将紫阳编译 苏格兰独立公投预计将在今天中午揭晓 新唐人新闻也将会带您持续 关注着全球瞩目历史性的一刻 请在今天中午继续锁定我们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好 再来看到的是 伊斯兰国昨天发布了一段影片 内容是一名英国记者康德里的字述 他表示接下来将会揭示伊斯兰国的真相给大众 康德里表示他将会公开一系列的影片 揭发西方媒体捏造的报道 不过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这段影片的真实性 我们带您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苏格兰经营产值占英国GDP约9.5% 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相当于德州之于美国 分析师预估若公投决定独立 英镑一个月内再扁10% 美国联准会调到2015年底 联邦资金利率预估直至1.375% 高于6月时预测 不过费的周四声明中承诺 利益将有很长一段时间维持逼近零的水准 大小工业指数盘中一度来到17211.11点 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传对境内五大商业银行 实施5000亿元人民币SLF操作 细致有如据中国特色的QE 效果则相当于调降存管准备几率0.5个百分点 不过此时降低人行未来全面调降存准率 或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 入股反应冷淡 苹果iWatch在全球引起话题后 公勃社称苹果将在10月中旬前后 发表下一代iPad平板电脑 苹果从去年10月以后都未推出新款iPad 西塔尔电视整理报道 财经焦点来看到日本电子大厂Sony 今天即将在台湾发表新机 但一时公司近年来的经营状况 却陷入了困境 Sony在礼拜三下宣布 今年的亏损幅度扩大到600亿台币以上 而且还首度不对股东配发鼓励 Sony旗舰机皇Z3 礼拜五将在台湾正式上市 不过Sony周三却传出 受到智慧型手机销售不如预期的影响 今年度的亏损幅度 可能会增加到2300亿日元 相当于21.5亿美元 600亿台币 远远高出原先预估的亏损500亿日元 由于亏损严重 Sony也宣布近年将不再向股东配发鼓励 这也是Sony从1958年上市以来 第一次无法配发鼓励 目前智慧型手机市场主要由三星和苹果联合主控 Sony的智慧型手机始终无法突破竞争僵局 也造成Sony巨额亏损 今年度Sony智慧型手机的预估销售量 已经从原先预估的5000万部 大幅缩减为4300万部 新台电视综合报道 关注影响全台的搜水油风波 为了清查屏东县内的违章工厂 屏东县政府全面联合接查 并且使用了UAB 也就是四轴飞行器来空拍 希望能够有效率地掌握 县内工厂使用的勤资 不过有环团前去幸福抗议 和环保局爆发口角 装置小型照相机 只要启动UAB 马上就可以升空到工厂上方 或内部空拍 1400万画素 1080P的高画质影像 若有任何异状 可马上做后续处理 这个萤幕是回传到哪里 回传到手机 智慧手机 对 直接记忆到记忆卡里面 然后回去马上就是 没有那么高品 回去就是 从记忆卡里面抓住资料 做后续的处理 经过搜水油品事件 屏東县政府城乡处 农业处地震处 环保局跟卫生局 全面联合机查 县内设置的工厂 并透过科技产品协助 希望能立即掌握情资 就怕再有输了 可以查出它的地理环境 还有相关位置 如果不得其马路的话 这台就是 就是可以从 飞到它的 就是利用空拍 可以看清楚它里面的状况 平常我们看不到的 那一样我们从可以 UAV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结果 这个UAV小巧玲珑 就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 不必大队解码就可以操作了 而且可以立即的上传 因为油品事件 爆发出不少像锅列城 或响意皮革厂等 做没有合法工序的工厂 平常县环保团体人士 及邻近工厂居民 希望县府拿出破例全面机查 我们每天下午三点 会把前一天联合机查的结果 那么对外公布 也上传给中央有关的部会 那么希望能够中央地方 真的是一条龙而来处理 每个人对他住的地方 有他的一个期待跟华庆权 这个我们其实充分的理解 但请给公务员一个空间 让他医法办理一定会处理掉 过程中 环团质疑政府及查不利 一度爆发口角 搜水油事件 什么时候给全民一个清楚的交代 外界都在看 新台电视李军荣林美华 台湾听众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 两次夺女网大满贯的 中国网球名将李娜 传出将在今天 正式公开宣布退役 消息究竟是否属实 广告过后 早安新唐人带您一起关心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黄旧就是库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黄旧就是库年毡 台南白河台影吴化城 平视龙飞凤舞取景拍摄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台影吴化城等你来哦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台湾台湾电影吴化城 自然本铺严选天然食材 以手工制作新鲜 甘甜又美味的养生青食 滴纳 少糖 无人工商料 无负担 用最纯粹的料理方式 呈现最真实的滋味 百年手艺 风味独享 您最安心健康的选择 自然本铺 有百分之百黑豆 筋骨法120天 日铺月露 酿造出台湾特产 黑龙应油 以专业化的管理方式 跟随老师傅的好手艺 生产出品质稳定的好酱油 纯度高 味道浓 甘醇独特 黑龙应油 台湾特,白龙应油 台湾人真普殊 台湾人也真有爱心 我相信 我们六江也有很多照项 希望说 像这爱心散步到每个地方 你的用心 我会打拼 因为我们大家 六江真的真漂亮 米食创意料理的大玩家 猪米厂将好吃的米饭变有趣咯 纯米制作绵密Q弹 无肤质好消化 少了热量多了健康 米食料理的新选择 猪米厂米食创意馆 电话8862-2536-6662 欢迎回来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 两次夺女网大满贯的中国网球名将 李娜将在今天正式公开宣布退役 而退役的原因是身体的状况不佳 中共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网球好手李娜 因为身体状况已经不能支撑比赛 决定就此宣布退役 李娜也将因此错过随后的武汉网球公开赛 和中国网球公开赛两项大赛 不过消息是否属实 目前没有得到李娜本人的确认 好 那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将为您跟进报道 继续来看到的是中共骇客行动 在国际引起关注 美国参议院调查人员在礼拜三宣布 中共骇客有二十几次成功攻击 美国五角大厦军事承包商的电脑 目的是调查美军行动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在周三宣布一整年的调查报告 证实从2012年起 针对美国运输司令部的 民间契约承包商电脑 入侵至少有五十次 其中至少有二十次入侵 是非常专业的 是中共政府网军骇客所为 调查员指控 骇客能够偷走电子邮件、文件 使用者账户及电脑程式码等 但国防部的契约承包商 一般都无法如契约所要求的 向五角大厦报告 被骇客入侵的事件 美国司法部今年五月 才大动作起诉中共解放军骇客 认为中共窃取美国商业机密 让美国企业每年的损失 可能高达千亿美元 而这次美军事委员会认为 中共是锁定美军入侵 但美方不愿指明遭到网路攻击的 承包商公司名称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再来看到美国总统欧巴马将到北京 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 美国会议员克里斯多夫·史密斯 和多位议员周三在国会前举行记者会 高智慎的女儿耿格在会议上呼吁 欧巴马总统在APEC峰会上要求中共 停止对父亲高智慎的非法监控 让高智慎真正的获得自由 到美国一致并且和家人团聚 带您浏览国际重要讯息 美国北加州发生森林大火 火势迅速蔓延 范围接近75平方公里 有150座房屋烧毁 至少3000居民受到影响 而南加州也遭超级热浪席卷 在葡萄牙里斯本推出会跳舞的红绿灯 让原本中规中矩走路的小红人 摇身变成街舞高手 原来是德国智慧车厂把超大红灯装置 搬到附近广场 并记录使用者的动作 及时传送到大马路的红绿灯上 让路人也能体验当小红人的乐趣 网路上出现了一段小林尊和小仓鼠的 大胃王对决短片 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吃下最多的热狗 结果连夺六届 国际吃热狗大赛冠军的小林尊 最后不敌快速吃完 11个特制民营热狗的小仓鼠 比赛过程相当有趣 吸引网友疯传 新唐人亚太电视真理报道 还记得美国经典电视剧六人行吗 现在纽约曼哈顿也出现了 防照剧中场景布置的咖啡店 跟着我们纽约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很多影迷对我坐着的这张橙色的沙发 一定都并不陌生 六位主角就常常坐在这里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聊天 创造了许多逗趣的桥段 那现在呢 你也有机会来坐一坐 他们坐过的沙发 感受一下剧中的场景 在SOHO区 这家布置城和六人行 剧中一模一样的咖啡店正式开张 店内各处都是剧中的道具和小物件 玻璃桂里还有当初Chunler 写给Monica的婚礼试言 保存完好 让影迷兴奋不已 剧中人物个性鲜明 衣着也各有特点 来看看多年后影迷们 可不可以辨认出展示的戏服 属于那位主角 很多影迷看过不下 识遍六人行学习口语 聚集在他们心中地位非比寻常 我是从大学开始看的 大学是在中国练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练习口语 然后练习听力 咖啡店还提供免费咖啡 包括限量版的Central Park Roasted 一迷不忘购入聚集相关的小纪念品 送给亲友 新唐人记者陈毅纽约采访报导 苹果上个星期才发表新品 而最新的iOS 8作业系统 昨天凌晨也开放下载了 不过有科技网站建议 4S用户别升级 继续使用iOS 7 我们带您听听专家怎么说 苹果iOS 8作业系统 Siri功能更贴近台湾人 说了可以直接中文对话 帮您搜寻附近有哪些餐厅 还可以用地图捣乱 而这次苹果不再仰赖Google Map 自己设计一套专属地图 iOS 8人性化的输入法 也很跟得上台湾时事 眼间的网友发现 像是打阿扁 就会出现总统 被枪击事件等 输入线就会显示经验 解解字样 网友直呼新版系统太强了 还有就是输入法部分 也是比较大改革 之后是可以在 与其第三方厂商 例如软体开放商 帮他们iPad、iPhone做输入法 例如像无虾米 大一输入法都可以选择 苹果iOS S8系统更新 包括iPhone 4S以上的智慧型手机 所有版本的iPad mini 以及第五代iPod Touch等 种类涵盖广泛 不管iPhone产品尺寸大小 甚至硬体规格不尽相同 使用者到底要不要更新 主要是解析度上 不同机器有不同的差别 那这部分倒觉得 是开发商要好 会比较头痛 还算蛮建议iOS 7 升级iOS 8的 那如果你是比较老系统 还停留到iOS 6的话 那倒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效能的问题 iOS 8作业系统 台湾18日更新 目前Facebook、Line等 都已经有更新动作 台湾苹果爱好者 还会发现哪些 提进台湾生活的功能设计 苹果策略会不会作效 值得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第49届金中奖入围名单 在昨天公布了 广告过后 早安新唐人 我们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回到早安新唐人 2014台北国际发明 及技术交易展登场 展出了130件 贴近生活应用的 有感科技 各种发明技术 让世界看到了 台湾的研发实力 有什么新奇有趣的发明 我们带您一起去看看 小婴儿高神哭闹 新手妈妈不知所措 怎么办呢 不要紧 透过手机APP 英语翻译机 就可以轻松得知 小朋友的状况 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的 就是他肚子饿了 他尿布湿了 他身体疼痛了 他想睡觉了 像这样的哭声 目前的准确度 大概92% 2014台北国际发明 及交易展登场 各种各样贴心设计 吸引目光 像这个收纳在包包里 10秒内 就可马上装卸使用的圆锹 手手电筒照明设计 到破坏剪机能 样样都难不倒它 装上弹夹 利用光感应技术 模拟针枪进行设计训练 操作起来 就跟针枪一模一样 我们是在里面放一个 内建一个 那个微电脑控制器 让整把枪 所有的作动跟针枪 都是一模一样 包含拉拉饼上场的动作 以及这个四种模式的选择器 都可以 另外一颗建光传输设计 也是一大亮点 除了结合照明光设计的 LED界面传输 还有这个透过随处可见的 宏光雷射笔 组成可见光通讯传输系统 传输速率可高达 每秒14.4GB 是国际间其他研究的 50倍速度以上 传送有效距离更高达 30公尺 但整组发送接收系统 成本不到4000元 渴望进行量产家用化 把那个宏光雷射笔拿来做可见光通讯 这个主要就是朝这个家用发展的 就是它没有电磁波辐射干扰问题 可以免除呢 有线光纜 有线通轴电纜 或是有线电话线 部线的困扰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 台湾创新竞争力 名列第10名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发明展强调贴近生活 应用有感 预估参加人数达10万人士 研发成果签约金额 已破2亿元 新台电视曾义豪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第49届金钟奖入围名单 在昨天公布了 今年男女主角的奖项 竞争相当激烈 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天心亲爱的我爱上别人了 第49届金钟入围名单公布 曾拿下金钟以后的天心 还有陈三渡入围金马女主角的张荣荣 都要角逐引后宝座 请我试试看味道 好啊 金钟女主角入围名单 包括天心 张荣荣 仲新凌 杨景华 颜一文 而男主角部分 李明胜 亲爱的我爱上别人了 我想看你笑着离开 在偶像剧 《亲爱的我爱别人了》 与天心饰演一对夫妻 李明胜曾拿下金钟迷你剧集男主角 这次就对上了二部闯关 金钟影帝的蓝俊龙 竟然谢哲哥那么大方 金钟奖男主角入围名单包括李明胜 南正龙 中成汉 张庭胡 去年购布综艺节目入围名单 只要是在年度的范围内他们都有资格 而不应该他停播与否而决定他是否参赛的资格 综艺节目入围名单中只有一个是新节目 虚乎凸显台湾综艺载化的问题 今年一共有1699件电视作品 角逐35个奖项 军庄颁奖典业将在10月25日举行 每年秋冬之际是观赏紫斑蝶的好时机 有紫叠有古之称的茂林国家公园 今年特别和云林县跨县合作 还特别结合了国际旅游提供各国语言导览 让游客除了观赏紫斑蝶之外 也能够体验在地的原住民文化 茂林紫叠幽谷双林赏蝶活动正式启动 今年还特别结合国际旅游 提供各国语言导览 招揽国际友人前往茂林道林内 体验台湾独一无二的紫叠幽谷自然生态之美 旅行社会大力的推 那我们国际课的这个专业解说人员 我们也能够更续的继续的来找那个文早学员 训练一批这个英文的日语的这个专业解说人员 除了观赏紫帘幽谷奇景 还有万山部落的岩雕遗址影音展示 及公益市集活动 游客可以欣赏山神在万山造石堆山的传奇神话 一窥国定地基处遗址特有的图腾与文化意涵 以及当地特有的鲁改传统记忆 传递少男少女幸福的婚礼 黑米树互相馈赠象征幸福 让游客把满满的多纳幸福带回去 茂林既是鲁改族的故乡 这个地方有最美丽的蝴蝶 紫帘蝶来这边群聚 每一年都这个时候来办 今天提前一个月在十月份 下个月十八号就开始登场了 一直到明年蝴蝶北非 大概有五个多月非常长 这个活动是很特别的 有生态之美 有地质之美 也有文化之美 今年茂林子蝶优补双年赏蝶活动 提前一个月开跑 下个月十八号登场 活动展期长达五个多月 横跨过年期间 提供民众不一样的人文之旅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经好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 接着看到今天九月十九号 星期五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台南市销毁藏灌产品 再来是2014第二届 台湾名茶形象包装设计竞赛 最后是唐奖得奖人 云一时教授演讲 国际进贪日记者会 接着带你来看到九月十九号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